大家好 今天是十二月十七 星期四股市是有一点点的先高开 往后就一点一点倒跌 可是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整个股市还是在整股的变 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 韩生指数先高开148点到26608点 而直到现在几分钟为止 这个也是暂时今天的高位 由于没有太大的动力 变成股市高开之后就一点点的反复 而且曾经一路是跌70点到26390点 那等于说股市还是在200多点的波幅里面走来走去 可是有一个情况是看得到的 指数现在是仿佛在十天跟二十天线之间 十天线现在大概在26454点 而二十天线大概在26531点 等于说指数要是轻轻的上升100点 已经可以出现一个突破的信号 当然回调几十点也出现一个跌破的信号 其实这个基本上不重要的 因为整个股市基本还是在涨过等变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7号的高位26870点 这个我觉得对这个月后一个阶段的股市来说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 10月份的股市暂时还是从7号的高位26870点 回调到15号的低位26127点 当然是一个先高而后低 就是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经过整个中期的反弹之后 股市内积的升幅有3916点 稍微有800、900也可能有1000点的回调 基本是很正常的 而从那个27044点回调到这个月的低位 260127点 在三个星期之内 一共回调指数波幅有913点 相对3916点的升幅来说 就是回调23%而已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所谓反弹之后 一个高台的消化跟整顾的问题不大的 好了 现在指数整顾在26500点左右水平 距离结果月的高位只有300点而已 而距离12月25号的高位27040点 也只是500多点而已 等于说 要是说主要难求稍微轻轻做好 已经可以出现一个突破的信号的了 再想一想 像阿里巴巴 韩子成本里面占了10% 友邦占了9.95% 还有惠宏占了7.68% 当然还有建筑银行也占了6.33% 更重要还有两支 一支就是阿里巴巴占5% 当然还有美团点评也占5% 这六支难求 只要是轻轻稍微做好一点点 指数已经可以 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的了 其实来说最近像1299的友邦 已经创了上市之后的新高 而一中心经济相关的股份 虽然说早前是有一点点的反复 可是大家没有留意 像那个京东 还有阿里巴巴 好像已经出现一个小算底的了 另外腾信跟美团点评也有不错的反弹 所以对未来这个几个交易天 我觉得股市是会等机位往上挑战 26,870点的 不过要说明 就算指数能够突破这一点 也只是代表这个月的波幅 轻轻的往上拉大一点点而已 并不代表股市会有怎么样大幅度的上升 比较明确的部分 我觉得应该要等到明年初才看得到的了 好了下午的分析我就说到这里